在黄土高原一个偏远的村子里,叫老景村,这里地处太行山之巅,极度缺乏生活用水,几代人下来都没能打出一口水井。 这一天,从县里参加完高考的赵巧英回乡,带回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乡亲们都围着想看看是什么稀罕物。 在不远处看热闹的孙旺权,找机会叫了他一声,赵巧英见到孙旺权也没开眼笑,坐到他旁边有说有笑。 两人是高中同学,相互都有好感,高考落榜的孙旺权回家务农,赵巧英还想再考一次,回乡继续备考。 等到太阳差不多下山,村里的年轻小伙爬到山头到处给电视机找信号,但这穷乡僻壤,除了破房子和村民什么都没有,更别说信号了。 巧英没好气地抱怨,老祖宗真是瞎了眼才在这儿暗了假,电视是看不成了,中人失望的下山。 望泉和小英走在最后头,小英让望泉唱着歌,见望泉有些害羞,小英就自己先开头唱了起来。 一会儿人忘记了看不了电视的失落,嬉闹着下山回了家。 每天天还没亮,村民们就得起来,到离村子几十里的地方,挑满两桶水,再走到村里。 这就是全家一天吃喝用的水,住在老景村的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口他们自己的水井。 望泉的父亲就是挖井队屋里的,由于中日在井底劳作,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到了晚上,望泉爷爷在跟望泉爹商量望泉的婚事。 家里太穷,娶不起媳妇,但也不想两个孙子都打光棍。 爷爷四次给望泉订了门亲,给隔壁的小寡妇喜凤当上门女婿,八百块钱,择日过门。 望泉的弟弟就能拿上这笔钱娶媳妇了。 家里人知道望泉喜欢的是巧英,但爷爷觉得巧英读的书多,心高气傲,不会留在老景村一辈子,不同意他俩在一起。 他们知道望泉不会答应入赘,就打算到结婚前都不告诉他。 只嘱咐望泉第二天早上去帮喜凤家里干活。 被蒙在鼓里的望泉按照父亲的吩咐去了。 喜凤很忠义这个踏实肯干的小伙儿,热情地招呼他进自己房间吃饭,还说望泉吃饭的架势向自己去世的丈夫。 喜凤的丈夫是打紧的时候点炮没来得及出井炸死的。 提到喜凤的伤心事让望泉觉得不好意思。 喜凤打圆场说拿了点钱给望泉置办新衣裳。 望泉一脸茫然,最后喜凤告诉他要入赘的事,这才反应过来,拿上自己的东西面无表情地走了。 望泉理解自己家里的困难,没有回家大闹,而是去找了巧音,告诉他实情并且约好第二天一起私奔,等到生米煮成熟饭再回来。 但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到了第二天早上,他们刚走到村口就被望泉爷爷拦住了,怒斥着望泉把他带回了家。 爷爷坐在床上气呼呼地一言不发,望泉则蹲在角落里抽着闷烟,低头不语。 站在门口的巧音欲言又止,最终什么话也没说,转身走了。 直到村子另一头传来一阵爆炸声,才暂时打破了爷孙两的僵局。 原来是望泉父亲下井,引爆炸药的时候,没来得及爬上来,不幸被炸死了。 家里没有顶梁柱,风二爷跑到井边疯狂往井口下砸东西,试图填平这口恶井。 他现在这副模样,是因为当初打井的时候,被困在井下一天一夜,才被救上来。 出来之后就疯了,并且对井满怀怨恨。 望泉父亲的棺材在家里摆着,望泉和弟弟给父亲守笑,一旁的爷爷跟望泉提了入坠的事。 此时的望泉不敢再任性妄为,家里几口人得靠他来养活,于是答应了这桩婚事。 望泉父亲投妻那天,村干部和望泉一起去了那口井边。 村里干部说,老景村之所以几百年都没能打出一口井,主要是因为技术水平有限,没法净准定位净水区。 西凤和望泉结婚当天被巧音看到了,他知道望泉妥协了,他们之间再也没有可能了。 望泉也在人群中看到了失望离开的巧音,但他什么也做不了, 除了用眼神表达歉意,他给不了巧音任何承诺。 结婚后的望泉一直没有跟喜凤同房,各自抱着一床被子睡, 整宿睡不着也没有想要碰枕别人的想法。 这天,望泉背着重重的石板走在山路上,远远看见有人挑水路过,想逃口水喝。 走近一看,原来是巧音。 望泉自知对不住他,不敢上前。 巧音见到他就先开口了,给了他半碗水,因为对望泉心还不满, 故意摘下头巾把上面的干草抖落在望泉碗里。 但望泉也不介意,一口一口地把水喝了。 巧音拿了水瓢,转身挑起扁担,头也不回地走了。 望泉盯着他逐渐远距的背影,怅然若失。 夜里,望泉还是不肯和喜凤同房,喜凤毕竟是女人, 他觉得是望泉嫌弃他才不跟自己好,忍不住躲在被子里哭。 听到哭声的望泉心软了去安慰他, 也许是白天,看到巧音的态度,让他也觉得自己应该放下了。 加上对喜凤的同情,当晚就和喜凤有了夫妻之时。 冬天来了,到处都济了后雪,家家户户都出门铲雪,装起来储存。 灯雪融化了,变成水还能用。 突然,望泉晃晃张张地找到村支书说,发现一口水井, 背上说这井是老井村和隔壁石门村共同集资修建的。 大清亡了之后,这口井就被石门村独占了。 老井村的人当然噎不下这口气, 超级家伙就去找石门村的人对质。 石门村的人也不是吃素的,他们正在填井, 见老井村的人乃是汹汹,石门村领头人则先发指人说, 没看到过什么碑纹,口说无凭。 望泉瞎紧去看,发现石门村的人为了把井占为己有, 叫人把碑纹给砸了。 连筹两边人要打起来,老井村一位老太太跑来说, 石碑还有一块,被他家用来当茅厕板子了。 等一行人急匆匆把板子抬过来, 石门村的人根本不认,叫嚣着继续填井。 一场恶战一触即发,望泉在打斗中伤了头, 但依然极力阻止石门村的人填井, 最后一跃而下跳进井里试图用生命阻止他们。 这一举动果然奇效了,打架填井的人都停了下来, 好在望泉命大,被救上来后躺在家里养伤。 巧音得知望泉受了伤,拿了些药来探望, 在众人面前放下药,就看了睡着的望泉一眼,无眼离开。 望泉因为这件事成了跳井英雄,事迹传到了上头, 赶上县里开水源地质培训班的好机会, 家里人认为望泉可以凭借这次学习的机会光宗耀祖, 成为老景村打井成功第一人。 几个月后,望泉学成归来, 说望泉实习期间帮好几个村子看过水, 一个都没看走眼,村支出很欣慰。 他离退休不远了,唯一的心愿就是在退休前帮村里打出一口井。 但老景村是石灰岩地带,要找水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于是村里另外两个读过高中的望财和巧音 会帮助望泉一起做项目。 望财石村之初的儿子对巧音有好感, 为人有点不着道,最喜欢的就是女人, 但偏偏一个女人也不喜欢她。 他看不惯巧音总是眼里有望泉, 一次趁别人不注意, 偷偷藏了巧音的内衣随身带着。 巧音对望泉已经很别扭, 表面爱搭不理, 但处处都想着望泉, 饿了给她吃的, 渴了给她水喝, 走不动了也要坚持更在望泉身后一起走。 还有每天早上都会来等望泉一起出门找水源, 望泉的丈母娘看到了不免心生芥蒂, 太行山山是险峻, 为了精准定位, 他们去的地方越来越危险, 望泉嫌累,经常偷懒, 这反倒给了巧音和望泉很多独处的机会。 渐渐的, 巧音就释怀了, 原谅了望泉当初的背心记忆, 两个人的关系在朝夕相处中日渐缓和。 但这样的日子久了, 引起望泉丈母娘的极度不满, 因为忙着找水源, 家里很多活都不干了, 还指丧骂环说他跟巧音友谊腿。 望泉咽不下这口气, 收拾东西准备走人, 却被喜风拦下, 他告诉望泉自己怀孕了, 孩子不能没有爹, 这才忍了下来。 之后望泉又在家干起了活, 日子平稳地过着, 望泉和巧音几个月东奔西走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 经过精密计算后, 终于定下了打井位置, 即刻动工。 村里能干活的男人都加入了挖井工作, 但光靠人力还不足够, 光搭架子累得骨头快散架了, 娇生惯养的望泉造不住醉, 要望泉放半天架。 他请盲人洗板子来唱戏, 在搭架的起哄下, 望泉同意了放假。 夜里望泉带着喜风和喜风女儿秀秀来听戏, 巧音看起喜风搭着肚子, 心里五味杂沉, 他知道望泉一直对自己有意思, 故意走到望泉身边, 假装有说有笑的样子气望泉。 望泉的确看到了, 也心生不快, 借口秀秀要睡觉了, 拉着喜风回了家。 西班泽唱完几段, 大家听得不过瘾, 台下的望泉带头挤后, 让西班泽唱几段婚段子。 其实西班主不乐意, 但知道望泉是村支书儿子之后才同意唱。 第二天, 村里那群不务正业的人聚在一起调侃望泉, 抖出了他喜欢偷藏女人内衣的事, 而且真的收到了巧音的内衣。 不远处的望泉 围观了这场闹剧, 在井下做工的时候, 教训了望泉替巧音出气。 然而, 因为听到望泉说自己娶不到媳妇, 有点可怜, 就没再忍心继续追究。 村里因为缺水, 村里的女孩子留不住, 村外女孩子不愿意嫁进来, 老景村年轻气盛的男人们基本都在打光棍, 所以这口井承载了太多人的命运。 望泉坚定了自己不打出井事不罢休的决心。 但不幸的是, 经过日夜艰辛打出来的井发生了坍塌事故, 望泉被砸死了, 望泉和巧音也被困在了井底。 转眼三天过去, 他们还没被救出去, 眼看着两人可能就要死在井下, 巧音对望泉说了很多心里话, 人之将死, 他们只想不留遗憾地结束这一生, 于是两人在井底发生了关系。 这场井底的遭遇仿佛是上天给他们开的一个玩笑, 他们得救了, 巧音躺在床上输液, 望泉守在病床边。 他们虽有夫妻之识, 但现实不允许他们有私情, 这段关系见不得光, 巧音也明白望泉的难处, 对井底的事只字未提。 在望泉的葬礼上, 望泉母亲哭得私心裂肺, 上级也来悼念, 有工作人员接到举报来调查望泉那天 剧中唱婚段子的事, 被上级摆摆手拦下了, 人都没了, 还查什么呢? 井还要继续打, 在众人来到施工地的时候, 发现望泉娘给施工设备上缠满了红绳, 然后留给大家一个落魄惨淡的背影, 缠红绳的寓意是祈祷他们平安回家。 为了方便施工, 望泉干脆住在了山里, 又到了一个飘雪的冬天, 巧音来找望泉, 正好望泉爷爷也在场, 但这次爷爷选择让两人独主, 跟巧音嘘寒问暖几句就走了。 望泉和巧音相顾无言, 最后巧音打破僵局, 问望财埋在哪里, 告知之后就蹲在一旁抽闷烟, 借此逃避跟巧音谈话。 之后寸志书召集大家开大会, 打紧工作进行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要达到设计的深处, 还需要两万块钱, 向村民一起凑凑, 但乡亲们都叫苦连连, 纷纷表示没有钱, 而且很多人不相信这井可以达成, 如果凑了钱赔了进去, 那他们生活都成问题, 他们早就对打紧失去了信心。 望泉爷爷没钱, 但是他把自己的棺材捐了出来, 寸志书捐了一百块钱, 还说记在死去的旺材名下。 在人群里, 听着他们说话的喜奉, 从家里搬来了缝纫机, 还说了一番激励人心的话, 大伙听了纷纷鼓掌, 掌声还没停歇, 又有人送了东西来, 电视机, 被子, 衣柜, 还有布料首饰等等, 带头的姑娘说, 这是巧音的嫁妆, 她走了, 再也不回来了。 望泉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但也只能自己承受, 不过, 在喜奉和巧音的带动下, 村民们也纷纷开始捐钱, 凑足了钱, 最终, 望泉不负众望地为老景村打出了第一口井。 老景是西安电影制片厂于1987年出品的剧情片, 根据正义的同名小说改编, 由吴天明指导, 由张艺谋, 梁玉景等主演。 纵观全篇, 虽然人们的贫穷愚昧, 但想要改变家园的心从未变过。 影片着重刻画落后农村地区生存现状的同时, 每个人物性格也极其鲜明, 望泉也算是个读书人, 却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巧音爱得明明白白, 喜丰贤惠, 隐忍, 雇权大局, 从不嫌弃望泉, 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有人问, 为什么这些人即便生活艰苦, 也不愿意离开家乡? 这就是融进中国人血脉里的乡土情节。 从几千年前有文明开始, 人们最难以割舍的就是自己的家乡, 外面的世界再好, 也不及家来得让人心安。